中国星期天实施了中国第一次宇宙飞船 与在轨道上运行的太空舱的手控对接 神州9号飞船上的宇航员 在不用自动化系统的情况下 与天宫一号实验太空舱进行了对接 神州9号6月16号进入太空两天后 通过自动程序与天宫一号对接 手控对接是为了预计 于2020年建成的空间站做准备 天宫一号属于试验性质的太空舱 在轨道上停留到2013年 神州9号三位宇航员中的刘洋 是中国首位太空飞行的宇航天员 以上就是